我们日常吃的方便面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为什么要把面饼做成波浪型 这里就是制作方便面的生产线 制作出来的泡面即将走进千家万户 机器和面代替人工 将原材料按照一定的配比进行充分搅拌 随后和好的面被挤出成型 面饼要经过几个设备的连续感压 在经过带有刀滚的设备进行高速挤压成型后 就形成了方便面最初的波浪型 那么为什么要制成波浪型而不是直的呢 因为压制好的面条后续还要进行蒸煮 而卷曲状的面饼可以增加面条之间的空隙 有利于蒸汽均匀分布 受热更加均匀 直的面条彼此之间空隙较小 很容易粘在一起 接下来还要对面饼在130摄氏度到165摄氏度的油温下进行油炸 同样道理 卷曲的面饼可以和油有更大的接触面积 减少油炸时间 与此同时还可以在有限的包装内装更多的面条 其次是因为油炸过后的面饼比较酥脆 卷曲的面饼相较于直条状的面条 抗压能力更强 更加方便于运输 如果像挂面一样稍微一碰 那就碎成渣渣了 最后在食用时 卷曲的面饼浸泡时间也更短 您的电视料 这也是一场美容的电视料